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一彩開一下白起的新年約會跨年制約吧 這個是我去年的跨年那個時候開的約會 不過那個時候我好像還沒有錄起來 所以我想說再跟你們一起看一下吧 對耶,去年的12月29號開啟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跨年制約 好像是那個時候我在日本的時候開啟的吧 好像是某一個,對某一天睡前我突然想說 把這個約會看一看好了 累累的,對應該是那個時候開的,大阪的時候 好那我們就來看囉 這個是,雖然說現在不是跨年的時候 有一點不太應景,但是我想應該沒關係吧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從飯店出來已經晚上11點了 距離跨入新的一年還剩下一個小時 走在往城市廣場路上,我和白起談論起剛才的晚餐風波 如果有人問我,今年最後會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一定會毫不猶豫的回答 對啊,剛吃的那頓海陸空豪華料理 吃了什麼東西,黑暗料理嗎 有這麼誇張? 超誇張的,知不知道 我覺得白起這件衣服超好看的 這個是有點軍裝風格的外套嗎 MA1這種感覺 這個我覺得超好看的 真的,覺得是我吃到過最黑暗的料理 早知道這麼難吃 我們就去拍那家網紅火鍋的隊了 都是我不好 他眼睛瞪好大 不是你的問題 如果是我 聽了隔壁店服務生這麼賣力的推銷 也會動心 其實 我也不覺得有那麼難吃 我也覺得很好奇啊 有那麼難吃嗎 你不要安慰我啦 我就是被五光十色的菜單 和服務生真誠的臉欺騙了 白起,對不起 本來彈彈你吃一頓好的 沒想到 然後還揉揉揉我們的頭髮 沒什麼 別放在心上 嗯 跨年的一戰有點遺憾 不過沒關係 後面我可以彌補回來的 我和白起並肩走著 今天的練習室跟以往不同 街邊聳立著燈火通明的商店 然後兩旁的樹上掛滿了彩燈 超美的啊 這種過節氣氛症超棒的 白起,你喜歡過節嗎? 對我來說 沒什麼區別 你呢? 關於這個 白起說 過節對她沒什麼區別 這段劇情她有在白起的 呃 是春節的約會吧 我在那個地方講過 關於她家庭的事情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內部約會未有把錄起來 這是此生之內的約會 呃...我喜歡過節 不過更多的是因為 歡喜的氣氛 充滿了街道 就像現在這樣 哪怕再忙碌 你總是很有希望的那種感覺喔 完全認同喔 我覺得過節其實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過節氣氛了 雖然就像感覺啊 就是到處的過節氣氛 是一年比一年還要淡啊 感覺越來越沒有過節氣氛了 有一股熟悉的香味 什麼香味 有個烤紅薯的攤飯啊 哇有烤紅薯啊 然後肚子咕咕的叫了兩聲 我才想到晚飯根本沒什麼燉筷子 我不好意思的看了她一眼 只見她微微一笑 等我 嗯...沒過多久 白起拿這個袋子上我走過來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去買吧 呃...我開心的影像前 坐在白起身前 想把烤紅薯剝成狼瓣 就被燙得縮回了手 然後她微笑了 心而一舉的將紅薯分成狼瓣 遞給我 小心燙 哼...我好像對一次看到白起笑咪咪眼啊 也太可愛了吧 那半個給你 剛才的晚餐你也沒什麼吃呢 我發現今天你有點不一樣 真的...就在笑咪咪眼了 哪裡不一樣 眼睛變少了不是你今天特別愛笑啊 有嗎?我怎麼不知道 有吶...眼睛都笑成一條線了 有啊...你現在就在笑 雖然沒有笑出聲來 但是眼睛在笑 我在笑你 有什麼好笑的 長的一樣 她的手指輕輕擦過我的唇邊 我的心跳像小鹿一樣狂跳 傻瓜 吃到嘴邊了 哇...這句話太溫柔了吧 走吧... 還有15分鐘 然後她緊緊的拉著我的手 嘴角上癢的大步往前走去 來到城市廣場 中樓的指標指向11點50分 距離新的一年到來只有50分鐘了 廣場上聚集的人群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擺起我們往中間吧 就在中間看煙花 能看得更清楚 結果旁邊那個小販叫出我們 喂喂 聲聲小姐 別往前走了 今年的煙花活動取消了 真的假的 什麼 竟然取消了 是啊 還不是因為去年 就是因為跨年放個什麼煙火 出現了一次踩踏事故 所以今年的活動就取消了 太慘了吧 超慘的 我居然沒有發現這個消息啊 說好在白喜跨年 結果 唉 不想影響她的心情 我笑著看著白喜 沒有煙酷的倒數計時 其實也很有意思 走 我們還要到廣場最中間的位子 站在這裡 等我 喔 怎麼了 然後大步走出人群 喂 白喜 你要去哪裡 馬上就要新年了 天啊 距離新年一年只剩下兩分鐘了 我店起草 交集在人群裡尋找白喜 目光掃過每張陌生的臉 心裡默念她的名字 希望她可以聽到 然後手被緊緊抓住 猛地回頭一瞥是白喜 她拉著我穿越人群 在最後一分鐘 我們走到了廣場中心 白喜 你剛才去哪裡了 結果她像變魔術一樣 走前後拿著一根小小的煙花棒 沒有煙火的新年 總覺得少了什麼 哇 她跑去買仙女棒喔 你太棒了吧 白喜 你 然後倒數計時開始了 哇 十 九 八 可惜現在不是跨年 要不要更有氣氛了 新的一年即將到來 然後秒鐘直地有聲地指著 新年邁進 只感覺握著我的手更緊了 我轉頭開槍擺起 我轉頭開槍擺起 心裡默默的倒數 這時嘟嘟嘟嘟我的手機震動起來 拿出手機是故夢 一種不太好的預感襲來 糟糕 喂 啊 怎麼回事 必須現在嗎 結果 美好的心情被突如其來電話打斷 掛上電話 白喜手中的煙花棒已經熄滅了 說好的跟白喜一起迎接新年 這麼重要的時刻我居然錯過了 感覺好感傷喔 她特地買了煙火才跟我們一起 慶祝 結果我們竟然就打一通電話就結束了 都沒有仔細看她拿了仙女棒了 也沒有一起倒數 這樣的平靜柱戲 在喜悅的人群裡似乎被襯奪得越加寂寞 這句話好畫面喔 唉 我心裡越加不是滋味 傳說是什麼 高場開口就 我陪你去 哇 你怎麼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我說過 早上九點前 我會一直陪著你 結果新年地鐵凌晨 白喜陪我來到公司 太慘了吧 跨年在公司度過 問題解決了嗎 剪輯師在處理 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素材遺漏的情況 因為是元旦特別節目 所以這麼著急找你回來 你也辛苦囉 這裡有我盯著 你先回去休息吧 沒關係 我陪你 哇 他也不錯啊 是個好員工 新年一年 能看到白帥哥 也算是員工福利啦 原來如此 看來我錯怪你啦 以為你是好心 陪我們這個老闆 我回頭看著白喜 他好像慵懶地靠在牆邊 雙手插進口袋 他向我眨眨眼睛 好像在說 你去忙不用管我 唉 好吧 時機慢慢過去了 我在忙碌間隙 不經意地撇向白喜 他還醒著嗎 還醒著呀 原來 安靜的白喜也是這個樣子 想得出了神 白喜的視線跟我照會在一起 我趕緊立下頭 錯過他的眼神 頭看人家被發現了 低頭一眩 我好像看見 他又笑了 工作結束時已經凌晨五點了 走去公司 在發現天空中飄著雪花 低眠被染上一層白色 是新年的初雪嗎 新年的第一天 居然下雪了 你喜歡雪 當然啦 對啊 不過這裡很少下雪 看著表 朱莉白喜離開 還有四個小時 去做些什麼呢 本來規劃好的跨年計畫 在一次次的小插曲中被打亂了 我既虧就又失落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彌補 然後我起身 在長椅周圍圍繞 邊走邊計畫接下來的行程 他伸出手飄染而落雪花 在溫暖掌心中融化 啊 一起坐著看雪 也不錯 可是 明明答應你跨年的 都是為問題 昨天中心嗓氣的時候 我還在接電話 剛才讓你陪我工作 我真的是太 太愧疚啦 這個跨年太糟糕了 你很在意 當然啦 想知道我平常是怎麼跨年的嗎 怎麼跨年的 帶你去一個地方 該不要飛了吧 白起先出手 我將手放入他的掌心 這個圖好好看喔 可惜這個卡片我沒有 然後他縱然一跃 果然飛了 白起在我護家懷中 我閉上眼睛 微亮的風 夾夾夾的小雪花 撲打在臉上 既見的 我感覺被暖暖的光包裹 震開眼睛時 才發出已經在光芒盡染的雲層裡 出省的天幕 晨曦微露 溫柔和暖 哇 哇 這個花月好美喔 我靜靠在白起的身上 他將我骨在懷中 這個黎明好漂亮喔 這是 是 日出 五顏六色啊 我跟白起 在最接近太陽的地方 迎來了新年的第一縷陽光 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嗎 新年快樂 這不是祝福 是承諾 代表學會承諾我們 我們新年一年會很快樂嗎 這也太棒了吧 我離上次看這個約會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都忘記劇情了 剛看到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約會的一個畫面都超美的 在剛剛坐在長椅上啊 下雪 和剛剛飛到天空中 看日出 這檔畫面都超美的 還蠻喜歡 雖然說他們的跨年過得有點殘淡啦 可是我感覺他們 可以飛到空中 看第一道曙光 也是不錯吧 你們去年的跨年是怎麼度過的啊 我去年的跨年是在大阪 環球影城度過的 我那個時候買了一個24小時的套票 從前天晚上玩到隔天的下午才離開 挑戰體力極限啊 那個時候感覺快累死了 而且我快冷死了 整個晚上在戶外完全 沒辦法到室內 因為它都是戶外的遊樂設施嘛 所以說整個晚上就是又冷 然後又累又愛困 然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我就在那個0度左右嘛 度過一個晚上戶外 不過想一想今天是蠻有趣的體驗啦 覺得蠻好玩的 只是說要消耗龐大體力啊 今天是在拼體力的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感謝你的鼓勵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你就訂閱的話 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同期咯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